Hello 大家好 我是Adam 亚当黄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在威尔士你可以玩的轻冒险第一集 No.3 Cold Steering in St. Davis 如果你来到威尔士西海岸的 St. Davis 那就一定要尝试一下Cold Steering 因为这里就是这项运动的发奖地 那什么是Cold Steering呢 简单来说就是戴上头盔穿上救生衣 跟着教练爬上海边的石头上 然后跳海咯 Cold Steering就是跳下去那么简单 因为如果你跟我一样水性不太好的话 跳进水里之后你就会 No.2 我在二楼的木地板开着跑跑卡丁车 一般的卡丁车馆通常是在平地上做文章的 但威尔士有个老板建了个双层的卡丁车赛道 而且还在二楼铺上了木地板 老板你是不是跑跑卡丁车玩多了 不过总计起来只有三个字 那就是上上下下的感觉 太棒了 好 玩五十分钟 只要三十九棒 大哥 你赚不赚钱 赚不赚钱哦 And number one 去徒步 顺便看别人 好 Well 这的海岸线是著名的徒步圣地 但是如果要去Stack Rocks 就一定要穿越英国坦克部队Castle Martin的设计训练场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叫做军事禁区 在这里呢 你不仅会看到被打爆的坦克残骸 如果运气好的话 还能看到真日版的坦克大战哦 往前走那几小步 也许会觉得危险 但是 真的太值得了 这真的就好像慢动作一样 那么其实还有很多关于旅行 关于冒险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们也同步推出了邦迪贴赛党的微博和微信 并且我们会把视频中间的详细信息同步更新在上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么更多的旅行 更多的轻冒险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